今天这个视频想说一说谬可心的事 想必大家也听说了 就是一个女生啊 因为写的作文被老师批评 是不够正能量 然后直接跳楼自杀了 首先我对这样的事件表示非常的惋惜与心痛 但是因为事情呢 更多的细节并没有公布 所以我不对这个老师做什么评判 但是因为我在美国也是一个中文老师嘛 如果我收到学生们写的这么一篇文章的话 我肯定会说 哇你这个作文真的写的太有深度 太好了 老师看着特别有感触 但是最近是不是有什么新事 可以跟老师说一说 老师还是希望你能每天能快快乐乐 能不能再给老师写一篇 就是最近比较开心的事啊 然后你写好了再给老师看一看 老师特别期待 我肯定会这么说 这样的话呢 你既不伤了这个孩子的心呢 又能够达到你的目的 让这个孩子去朝你的方向去修改他的作文 然后我想说的话 在后面就是无论老师还是家长 你们的话在孩子的心目中都是非常非常重的 因为孩子小时候什么都不懂 你们的话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事实 就是真理 一定要趁孩子们小的时候 多去鼓励他们 而不是打击他们 举一个有意思的事 我从小特别爱上了初中呢 就才1米5跟我一边大的姐姐呢 那时候都1米6几了在班里一直就占第一排或第二排 然后呢我爸爸就跟我说 哎不用担心啊你肯定最后能长特别高 因为我们拿那个电脑给你测了 你身高是1米81到1米83之间 当时咱哪知道电脑这东西那都是唬人的呀 没有啥科学依据 但是我就信了 因为我爸跟我说 他说没问题那肯定没问题 最后在初三的时候非常惊人啊 长到了1米76 所以初中一共长了2多厘米 最后呢你们猜我现在身高是多少 1米82 真的就是1米81到1米83之间 当然了这个是玄学 这个只是可能是凑巧 但是确实也有很多种这样的情况 比如说在我初中的时候没考好 考到了一个不是特别好的一个初中 最开始还有一个分班的校考 我也发挥实力进了一个不是特别好的班 在班里呢还拿了一个不是特别好的名次 当然第一次没有公布拍名 我估计我应该是年级100多名开外了 我的初中老师呢 跟我有同样的爱好 就是喜欢满花 他呢在期末考试之前激励我 他说我相信你呀很聪明 一定能考好这次考试 你要是做到了 我呢就把这本书送给你 当时我特别感动你知道吧 因为这个老师真真正正的走进了你的生活中 当时我觉得为了这个老师 他是我的朋友 不是我的老师那种感觉 我们有同样的兴趣爱好 我为了证明这个我要考好 结果直接考进了年级前30 所以我就想说的是 你们这时候对孩子的话 真的是分量特别重 如果我有孩子 我一定从小就鼓励他 夸上天呢 最坏的结果 他就是变成一个自负的混蛋 但是我觉得也比一个 他觉得自己一事无成 浑身充满负能量的人要好 当然咱们还是要就事论事啊 原则性问题 该批评还是要批评 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教育理念 我也特别想知道 你们是怎么教育自己孩子的 可以大家分享讨论一下 我相信肯定彼此之间 都有互相学习的地方 我是李三家阿里克在美国 喜欢视频频道 点赞关注转发 我们下一期再见